欢迎回到市城有约 十分访谈 今天聚焦本地的慈善捐款跟志愿服务 全国志愿服务与慈善中心的最新调查显示 本地二零二三年的志愿服务参与率 已经回升到了二零一八年疫情前的水平 不过义工投入志愿服务的时长中位数 却是持续的缩短了 另外捐款者比例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而且捐款数额中位数跟两年前相比也下降了 志愿者服务时长缩短 捐款数额减少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慈善组织是否面对哪些挑战呢 马上欢迎全国志愿服务与慈善中心研究部副总监 马斯瑞博士 以及新加坡红十字会资源开发执行员 宋岳凤 欢迎两位 两位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的 那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马博士好了 过去三轮的调查当中呢 那义工投入志愿服务的时长中位数 一直在下降 二零一八年是二十四小时 到了二零二一年下降到了十二小时 那二零二三年又进一步跌到了大概九个半小时左右 那您认为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包括哪些 是个需要我们关注的趋势吗 谢谢主持人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调研本身可能不能直接解释 义工志愿市场服务变化的全部原因 当然我们可以结合大的社会背景 做一些合理的推测 在疫情的情况下 二零二一年的市场下降 很大程度上是预料之中的事 至于今年继续下降 能否就说是一个趋势 目前还为时尚早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 志愿服务率回升到了疫情前的水平 说明大家在有限的时间之内 依然努力地回馈社会 并且在传统的志工服务之外 人们还通过其他方式参与公益活动 有一些并不能直接反映在志工市场里 有一些不可抗的因素 也有一些人为的原因 那宋小姐您这方面 红十字会是否也观察到了类似的情况 这对你们的工作是不是也有造成一些影响呢 谢谢主持人 那关于这个问题呢 其实新加坡红十字会 这里有蛮多样的义工机会 例如远程的像是平台筹款 还是帮助日常工作上的需求 还是可能需要去现场帮忙 像是活动帮手之类 还有可能急救等技能的志愿活动 那我们在过去几年中 其实有观察到 说如果是需要定期呢 还是有实现的志愿机会呢 其实往往可能会稍微的不太受欢迎 可能可能是因为有实现吧 所以义工们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繁重 那另一方面呢 其实我们这里特定技能的志愿者呢 其实往往其实更愿意的贡献自己的时间和专业知识 那具有弹性安排的志愿机会啊 像是项目型的还是远程的 其实也会引起他们更多的兴趣 那其实我们这里的义工都是专业人士组成的 所以其实他们有向往的项目啊 其实他们通常都能做出更多的贡献啊 共同与这个项目成长 那现在大家的生活都差不多恢复正常了 所以其实我们经常会收到来自一些 可能义工们的讯息啊 表示说虽然他们想帮忙 可是可能有工作安排啊 是可能个人因素等原因 所以可能没有办法下来帮忙啊 那相对之下呢 其实我们这里有观察到的就是 有比较多的企业呢 其实会前来和我们商量一些团队的志愿活动 就是大家服务社会的心没有变 其实形式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可能要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形式啊 时间啊之类的 是的 那我们刚才聊的是这个服务的时长的变化 现在我们来看看捐款人数和捐款数额的一些变化 我们有一组数据捐款人数的比例方面 2018年是相对较高的 达到了79% 但是最近的两轮调查比例是下降到了约六成 另外呢 2023年的捐款的中位数 还从2021年的200块下跌到了100块 那么人们的这个捐款行为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变化呢 哪些因素或怎么样的方式 更能鼓励大家进行捐款 马博士 类似的可能调研的数据本身没有办法解释变化的全部原因 需要说明的是2018年捐款的中位数呢 是100块 对不起 2018年 对对对 2018年捐款的中位数是100块 2021年疫情期间上升至了200块 现在呢 其实也是回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 有一种可能性是疫情期间 由于社会活动受到限制 大家更加倾向于转向捐款来支持公益 我们确实发现了一些可以鼓励捐赠频率的因素或者方式 比如说童年时期从事公益活动 对于鼓励捐赠有正向作用 另外呢 关注社会时事 参与宗教生活也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 对于慈善机构而言 维持自己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就尤为重要 可以帮助大家去消解一些对于电信诈骗的步履 是的 其实一般人都知道失比受更有福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在要失语的时候呢 也会选择说自己比较想要捐赠的一些 比如说种类或者是状况对象之类的 所以请问一下宋小姐 那根据你在新加坡红十字会的观察 疫情的前跟疫情后 人们的捐赠行为 有没有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那他们比较关注的领域和对象 有没有改变 其实在过去的两年中 的确有一些变化 就是在新加坡红十字会的各个筹款团队 还有平台呢 我们可以发现到的就是捐赠则 其实他们的捐赠数额呢 也在慢慢的减少了 所以就就以我们全年展开的一项项目来说呢 与之前相比二零二三年的捐款总额的确有下降一些 那么这种情况呢 目前也发生在我们所谓的捐款高峰期 就例如一月份 所以呢 以今年的一月份和去年相比 通过我们使用的捐款平台啊 收到的捐款数额呢 也有些下降 然后这里头可能会有很多因素 例如生活水准上升呢 还是留活动恢复等等的 那在关注的项目方面呢 其实我们注意到 今年为年长者捐款的项目有少许的下降 那另一方面 无论是捐款者也好 还是企业合作伙伴们也好 那我们注意到的就是 有更多人能来支持着我们儿童和家庭援助相关的项目 通过刚才两位讲的 我们也说到了 这当中有不可逆的因素 也有我们根据这个时代啊 一些变化发生了一些不同的情况 那么我们国人除了这些情况 捐赠啊 还有投入志愿服务的这个领域 有没有出现一些新的趋势呢 不同的年龄层都对哪些领域的慈善活动 更加的感兴趣 我们可以加以鼓励 马博士 这方面的话 有一些相对的变化 但是总体还是维持稳定的 一贯以来比较受欢迎的领域 依然受到大家的普遍关注 比如社会福利和服务 社区建设 宗教事业 包括教育和医疗 也是相对来说 比较多人去服务的领域 传统上 人们从事志愿服务相对较少的领域 包括艺术呀 文化呀 体育呀 或者动物福利呀 这些我们希望还是能够鼓励大家 更多的去关注 在年龄方面呢 中老年人可能更多的参与宗教事业的相关服务 而年轻人可能更多的参与教育事业方面的服务 是这样 是的 我们现在其实 这个社会上我们要 给予我们的善心的时候 我们要担心这个诈骗的行为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那请问一下宋小姐 那根据调查呢 有百分之三十二 没有在二零二三年捐款的居民 他们就指出了担心被诈骗 是他们没有捐款的主要原因 那占比呢 比二零二一年增加了九个百分点 那根据你的观察 近年来诈骗案的增加 如何影响人们的捐款意愿 或者是途径 那想要行善 要通过哪些管道和方式会更加安全呢 那其实我们这里有个分队啊 他们是在公共场地啊 像是在地铁站外啊 是去HDP加加户户筹款的 那其实他们的讯息呢 都是在我们官网上查到的 那这几个月下来呢 其实我们也有陆陆续续的收到 一些大众民的电邮啊 电话来确认我们同事的讯息啊 问我们是不是啊 问他们是不是我们的工作人员等等的 所以在这里呢 其实保持谨慎是的确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在外遇到 代表新加坡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的话呢 我们建议就是先务必验证这个人的身份啦 那如果以捐款平台来说呢 其实我们使用的捐款平台呢 都是呃慈善委员会 也就是Commissionary of Charities认可的 例如Giving.SG 抵达还有GifAsia 那我们自己也有自己开发的捐证平台 那我们自己使用的我们的平台呢都有列在我们的官网上 那其实呃这些平台呢 也都是通过安全的支付网 所以可以表保护着我们捐证者的敏感信息 那其实呃也可以确保着我们捐证者给予的捐款呢 都是直接用于我们新加坡红十字会的援助计划 呃那当然了还有一点的就是呃在社交软件上的连接的 就是呃不要再没有确认之下呢去呃点击啊 还是去提供自己的个人资料 那最后呢如果是还有在确认之下呢 还有疑虑的话呢其实可以直接和我们联系的 嗯 紧记刚才宋小姐说的这些要点哈 那其实大家都是行善之心都有 但是担心也有很多 比如说在经济前景不明朗 生活费上涨诈骗案增加 这么多的现实挑战的情况下 我们还能怎么样的加强本地慈善公益领域的韧性呢 最后的一分钟 马博士来给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好的大家其实可以去读报告 包括了很多实用的建议 除了刚才提到的慈善机构 努力提升自己的透明度和信誉之外呢 利用一有认证门槛的数码捐赠平台 比如刚才宋小姐提到的giving.hg 去组织筹款可以增强人们的信心 同时慈善机构应该更加积极地 让大家感受到他们的服务和捐款 给社会带来的积极变化 也可以正向地鼓励人们更加频繁地从事公益活动 学校和家庭可以让孩子们更早地接触公益活动 并且养成关注社会问题的习惯 我们的媒体朋友在这方面也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我们也可以从宗教生活当中借鉴一些关于社会网络的特质的问题 例如组织兴趣小组体育俱乐部捐赠圈这种 可以给大家带来共同经历和归属馆的社会团体 可能可以起到和宗教团体类似的鼓励捐赠的作用 关于慈善的研究本身也非常重要 好 谢谢两位嘉宾 我们希望能做更多深入的研究 更多的想法 更多的观点 谢谢两位嘉宾 那下来先进一段广告 稍后一起去看 在雪地上驰骋 有望角逐冬季奥运会 稍后的过风前行 看本地健儿如何接触滑雪 并在比赛中闯出名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